台湾最大南瓜 今天下午正式在凹植底公园浪向 当工作人员透过机器 把气球南瓜慢慢吹大时 高达22公尺的巨型南瓜灯 吸引所有民众的目光 直说真的好壮观 高雄市教育局也透露 周边还设置有照明灯 伴随壮观的雷色灯光秀 要带来震撼的视觉享受 要让万圣节成为亲子最棒的活动 高雄市从去年开始举办高雄万圣节 透过亲子变装与游行的方式 提供亲子万圣节创意搞怪的好机会 去年在文化中心五福路游行时 吸引数万的亲子参加 成为高雄市万圣节的一大特色 今年教育局特别将场地移施到凹字底公园 还推出六大惊奇亮点 其中又以高雄史上最大的巨型南瓜 与南瓜雷射灯光秀以及百米壮观南瓜灯海最吸睛 要让高雄的孩子乐翻天 即十七日晚教育局首先在博爱路至圣路口架设巨石南瓜灯 吸引不少民众拍摄也宣示活动行销正式起跑 2024年高雄万圣节即将于10月25日登场 教育局也在今天10月22日下午2点 在奥斯底公园架设巨石南瓜灯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巨石南瓜很快被吹打起 成型的巨型南瓜 坐落在公园内 临近的大楼马上相对缩小 而出力的巨石南瓜灯 相当的醒目 立即成为吸睛的焦点 巨型南瓜灯高22公尺 相较于18公尺的黄色小鸭还要巨大 教育局表示 全台最大南瓜镭射灯光秀 将于10月25日至11月3日 每天晚上7点到9点开演 教育局长吴立森表示 今年规划的六大亮点 要让亲子同玩奥斯底公园 感受满满的万圣节氛围 此外 奥斯底公园周边将设置大量打卡点 让市民朋友 亲子们可以轻松拍照留念 记录这个充满崎催与欢乐的节日 除了巨型南瓜外 还有南瓜镭射灯光秀 南瓜舞台 街头涂鸦 万圣节南瓜市及百米壮观 南瓜灯海等六大亮点 满满的大南瓜 盛大点亮2024年高雄万圣节 杨新闻记者陈文平高雄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